你那群哥哥站在那揮手,一見到我們來揮多半個小時就要走了,知道出事了,還不走啊 走不走,接受群眾歡呼,站在那裡揮手等人,我們不做這些事情的 所以我們是不會參加這個遊行的,還有參加這個遊行就是抵消五區公投的威力 我告訴你,很簡單而已,如果他人多,那就證明我們是混蛋 剛才你要澄清,沒有邀請過我們 這個肯定,他不想我們怎樣邀請我們 我想要跟群眾解釋清楚,審問念,或者是我們幾個,我們公投,起碼審問念這三個,我你和長毛 是從沒有被邀請,或者是正式支援,有關這個遊行 現在由頭至尾都沒有互動,我告訴你 終極普選大聯盟和五區公投派是沒有任何互動的,OK 很明顯的,他是不會找我們去的 好像昨天他有個團結大會有五百人 從沒有邀請我們 他不需要團結我們,說得很明顯 還有,他是不會講公投的 他是反對我們,他們對我們這個所謂五區公投,他是否定的 跟共產黨一樣,跟這個建制派一樣 但共產黨就說我們公投 吊詭之處就是這裏 所以你留意一下,他們說話都很政治正確的 有一次我和王成志同一個論壇裏面 他一直說普選,普選,普選,普選 他們不講公投的,你明白嗎 甚至要變相公投他都不講的 他是很政治正確的 跟蹤共產黨那個,中央那個調子 跟蹤他們那條拉的,譴責我們是違憲違法 就是共產黨他還沒到,譴責我們違憲違法 而且你看到他們現在出的街板那個宣傳呢 仍然都是鼓勵一些人 進公民責任去投票 這個他不可以不做的 這個不是給我們的恩惠 我要告訴大家 而且他沒有說投我們公社兩黨的人 是的,他只是叫你出去投票 可以投給白雲琴,投給蔣世昌 投給蛇繼全 他只叫投票,沒有說投給公社兩黨的候選人 是啊,就是這樣 政治正確都這樣 所以這個我不會當他是在幫我們的 OK 我們是將我們的希望,我們的訴求 寄託在那些支持民主派的朋友身上 是不是 很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你去投票 是不是 他們剛剛那個所謂五百人的聚會 有些傳媒呢 將他比較當年的高山大會 我一年青朋友那些 可能不太知道以前的高山大會 我可以斬釘截鐵 你不要清楚跟聽眾的解釋 和澄清就是 這一次所謂的 他們聯盟所搞的這個 會跟當年的高山大會 蚊比和牛比 在氣勢立場 調子原則方面 是完全不同 當年的高山大會 是凝聚全香港各界 不但是政界 包括勞工界、宗教界、社區界 社群包括婦女等等 是各百團體共同參與的 是吧 他們將這個集會 等同二十年前的高山大會 我們這場運動是很艱難的 因為歷史上從來沒有試過 在昨天回歸之後 共產黨是全面封殺打壓抹黑 是吧 無所不用其極 你現在每天看文匯大公 你就知道 沒有一天不在那裡誹謗 抹黑打擊我們 那些人大 港區人大政協委員 那些建制派的立法會員 我們五個不在那裡的時候 他們平時發言 講起我們的時候 那種態度 你會看到的 是吧 不過不要緊 是吧 山水有相逢 拳頭有相撞 是吧 我們大家後會有期 我們會見面的 是吧 即是 在這種情況下 另外一方面 有些所謂 那些犬餘 就會有一個很高的標準 來要求我們 譬如我們如果拿不到50%選票 我們又說我們失敗 其中包括一個叫做蔡子強 是吧 他還可以跟我們說這些 你明白嗎 無論你得票多少 他們都會有他們的解讀 但是我們很簡單的 數票 以數人頭代替打破頭 你不要讓我數到七八十萬票出來 你不要讓我數到一百萬票出來 很簡單 你什麼解讀都沒有用 是吧 所以我現在下街講的就是 我們所受的打擊 抹黑 是吧 無所謂 我們是硬吃的 但是 只要你五月十六號花半個小時去投票 所有這些打壓抹黑 全部都化解了 你說多神奇 我們現在被人重重圍困 包括你建制派 包括這些主流媒體 最糟糕就是這些主流媒體 是吧 好了 接著還有一些所謂自己有 是吧 你的民主派的盟友 在那裡抽你後腿 抽你水 是吧 你看看劉慧矩 那個團結大會 幾義正辭業 是吧 又叫人家贊憑權 辭職投不信任動議 你怎麼過到的不信任動議 你真是浪費氣了 對嗎 說就大意想言 說要提不信任動議 你過到才告訴我 你過不到你是不是要辭職先 你劉慧矩是不是又要辭職呢 你混淆視聽 結果就是 你以為我們中一步 就要逼蔡英權下台 哇 下不了台啊 大哥 你只有23票而已 又只有一個說字 說來講去 喂 我們這個不是說 你去投票啦 你投了100萬票出來 就是他們的了 他們呢 如果我們拿30萬票 就是我們的了 然後你跟我一起的了 如果我們有70萬票 甚至100萬票 就是他們的了 很簡單而已 你想爭暗權的了 那幫奴才的了 還是我們跟你一起的了 很簡單而已 要香港市民發聲投票 你用半個小時的時間 你投一張票而已 威力大到這樣啊 你知道嗎 人類社會 在民主政治發展過程裡面 最偉大的發明是什麼 投票 就是一個 不記名投票 這個小小的設計 這個不記名投票 這個小小的設計 就改變了一切 我告訴你 是不是 一個很小的設計 和那些什麼比例代表制 單票 單議席 單票制 多議席 單票制 不斷地改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做法 最偉大 就是那個不記名投票 你中資機構那些人 是吧 在選舉之前 每個人叫你不要去投 現在這次就 以前呢 叫你投誰 那些黑社會 叫你投誰 教會 叫你投誰 進去 是我自己作主 你叫我投誰 我就投誰 是不是 那個是一個秘密投票 所以我就整天 教一些阿婆 是不是 我做居民會的時候 嘶 食窮民建聯 票投社民連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喂 我投誰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喂 但是他現在出絕招 他現在說 如果你去投票 你要回深圳 找人招呼你 這個是恐嚇 所以我就呼籲所有鄉市 這個是刑事恐嚇 所以元朗 不要緊要 戴口罩去投票 是不是 所以在元朗 特別在新界那些 鄉村那些 如果有任何人跟你說 這句話 立刻報警 就是告訴我 誰跟你說 我幫你去舉報 他們舉報 都擔心給別人 喂 那些鄉村很黑暗的 我多年前處理了 一個元朗的投訴 那些全家人 是好人來的 不想參與任何非法事 因為整條村 裡面犯很多非法事 包括罪賭啊 或者是販賣黑煙等等 紅油等等 做齊整條村 他那家人什麼都不肯做 那些人不肯做 是販賣黑煙 沒有 是販賣黑煙 是販賣黑煙 是販賣黑煙